陈光第一线今早在大巴药建屋局中心举办第三场户外直播录演 吸引大批公众参与 除了有中医师现场分享保健资讯 活动也准备了丰富的礼品 让公众满载而归 记者徐永森报道 同机器人共舞体验虚拟实境技术 以及主播播报新闻的情况 还能品尝保健促进局准备的较健康食品 大批民众今早齐聚大巴药建屋局中心 参与陈光第一线的户外直播连线 虚拟世界那个看那个戴眼镜里边非常美 特别好看 我都没有报过新闻对吗 这样我都来这边试试看 很好玩 我感觉到很兴奋 可以增加我们的姿势 又可以跟这些主播们见面 之前参加的都是比如说四成六点半 那是在下午的时间下午的时段 那现在陈光第一线是早上是一大早的时间 那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观众 有大概很多是热灵人士 感觉非常好 因为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时间 不一样的气氛 然后有不一样的人来参与 前面两场我们到了校园去 那么我们一直都希望把这个节目的触角 延伸到更年轻的群体 当然今天来到第三场 我们主要是针对比较年长的群体 那也是我们节目的固有的一个观众群 那么当然从他们的口中呢 我们也能够就是晓得 他们更喜欢的一些节目题材和素材 录院活动将在今天下午两点结束 目前已经吸引超过四千人参与 感谢您的观众群